好 這是我第二次來的節目 上一次我也是來的主持 然後那上一次我是被找來 這是我早講就來這樣子 那我要先做一對少將 其實終於剛剛你幫我介紹了 把秉承你自我去找一下 但已經很多你的粉絲在台下 好 少將好 我是現在就讀台大哲學研究所的 宋志辰 然後其實我主要研究的內容是關於哲學 然後觸及一些分裂的原理面的 一些語心主義相關的一個討論 那其實今天來的這個講題 你大理上就是希望可以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研究上面的一些心得 跟一些內容這樣 因為其實有多少人有看過 就把這個人說稍微翻過就好了 不一定要看嗎 有看過可以舉個手 好 大概有三四個人稍微翻過 我自己其實也是就是來之前在惡讀 因為他真的不是很好讀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讓秉承講一下說 他對於這本書的翻譯有什麼樣的評價 好 那我先把時間交給你 先把你要講到什麼講完 然後我們在留一點時間 大家一起討論這樣 不可惜 好 那 那首先雖然就是標題裡面有這本書啦 這個不只是驗語 因為有載 他其實是一本2017年出版的書 然後是一位美國哲學家寫作的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就是白藝出了這個中文藝本 就是然後他原本的英文的書名叫做Done Girl 那等一下的話大家應該可以 因為我稍微講一些裡面的內容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理解一下為什麼 這本書名會叫做Done Girl 那在中文的譯本上面就把它翻譯成不只是一點點 那其實這本書剛出來的時候好像有不少的討論 可能是就我的了解大部分討論其實都著重在於這本書裡面 這個作者他所提出來的對於驗語的一個分析本身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看到這個作者他如何去分析驗語的這個概念 那我覺得比較缺少的事情是可能是關於這個作者 他是如何走到他的那個分析 他最後給出了一個驗語的分析 但是他其實背後有預設或是使用了一些哲學上面的一些方法 或是哲學上面的一些技巧來去達到那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好像是一個至少這本書出來之後 比較少被討論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主要想要講的這個部分就是關於 在這本書裡面這個作者 就是作為哲學家 他到底是如何去走到他最後給出來的那個驗語的分析 那所以其實今天雖然剛剛那個子萱說 他想要聽我搶這本書 但是今天主要主要在這本書的前兩章 也就是主要我會講的內容是這本書在前兩章的部分 那在這本書後半段的部分 其實更多是他就是如何去更進一步的去闡述說 他的分析可以如何利用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但他其實有非常非常多討論這個美國的一件例子 然後套用他的這個分析來進一步的去談 那我今天主要會聚焦在前面一些比較哲學 然後可能非常抽象的一些部分 但是我希望是可以讓大家看起來 可能沒有那麼困難一點點 OK 好 那首先介紹一下 這本書是一個叫Deadman的這個哲學家 那他這個出版 那我今天主要是在談這本書的這個前兩章 那中文那因為他前兩章 第一章節叫做威脅女性 然後這一章節主要在談一些就是他的一個出發點 就是他如何大略上的去理解這個 他要處理這個問題 他要處理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 他在第一章的時候嘗試的把它產生清楚 然後在第二章的時候提出他的這個自己的這個分析 那在這兩章裡面他其實運用到了一個 一個哲學上 就是他其實運用到一種哲學的這種方法論 那是來自於另外一位 也正在美國的女哲學家 叫做莎莉塔斯坦克爾 那他其實在他早期的時候 他區分了三種不同的這個哲學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他認為說 那我們在詢問一個哲學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你也可以有三種方法來去回答他 那這種三種回答的方式 會需要讓你去採取一些不一樣的策略跟考量 那他其實運用了這個三種哲學探究 來鋪陳他這整個兩個章節的內容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在談就是說 介紹到底這個 他原本在莎莉塔斯坦克那邊 這三種哲學探究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如何被應用到了 Candman他自己的這個書裡面 他如何在這個書裡面去使用這三種哲學方法 然後最後達到他自己這個分析 那他最後叫做他自己的分析 叫做一個改良型的分析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聚焦在這個部分 在談這個所謂的改良型分析是什麼 那今天主要就是會談到這兩位哲學家 上面這一位就是Candman 就是他這本書的作者 那他今年其實就出了另外一本書 叫做Intitle 那這本書基本上是延續他在前面 Done Girl這本書裡面的一個內容 他進一步去做更多的一些細緻化 跟更詳細的一些討論 不過我自己還沒讀過 那另外一位哲學家是這個Sytas Dunger 那他目前是在至少分析哲學學界裡面 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哲學家 然後也是分析哲學的女性主義裡面 一位非常非常主導的一個人物 後續很多分析哲學裡面 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 其實都多少有受到這個Sytas Dunger 他的影響 那他有一本書就是這個選集 大體上收錄了他在這個2010年之前的 各面哲學上面的一個文章 那其實後來也受到了蠻多的討論 那今天主要是講這兩位哲學家的一個內容 那照方有跟我提到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聽過分析哲學這個概念 或分析哲學這個詞 但是大家可能有聽過所謂的歐陸哲學 或是可能更熟悉一點的人 他會聽過一些中國哲學 那這個分析哲學是什麼 其實分析哲學它大體上是一種 就把它看成是一種哲學的傳統 或是一個哲學的圈子 那這個哲學圈子最早就是會被推出到一個 一個叫佛列克的一個 他是奧地利德國 所以我忘記 那他是一個歐洲人 然後之後傳到這個羅素 這個大家應該比較熟悉一點 就是德國諾貝爾文學講的那個羅素 那從他們之後 以這樣發展下來的一個哲學傳統 那我會被我們稱為分析哲學 那當然分析哲學跟歐陸哲學這個分野 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精確或是明確的一個劃分 他就是一個現在大家時常會比較方便一點 來談不同的這個哲學傳統或哲學圈子的一個方法 那大家也知道分析哲學其實是延續的這個 前面講的佛列格羅素 他們之後發展下來的一些這個哲學討論 就是基本上他們就是一群會互相對話 然後會互相引用 然後甚至會延續彼此討論的一群人 那通常有些人會說分析哲學的這個特點 是這個很喜歡使用一些邏輯 那這個是一個算常見的特性 那另外一個特性可能是他們比較喜歡做一些 可能在被一些概念上面的一個分析的一些事情 例如說他們很喜歡去討論說你要怎麼樣理解一個概念 然後怎麼樣對一個概念做比較細緻一點的分析 那通常他們在這個論證結構上面 也會嘗試給了一些比較更形式一點的論證 就是你可能可以把它畫成是幾條前提 然後是幾條前提可以推論出結論的這種方式 是比較常見的分析哲學的一個討論方法 那基本上分析哲學大概是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女性主義在分析哲學裡面的發展 其實算相較是比較晚 就是她可能是一直到可能1990年代之後 才開始分析哲學裡面有比較多女性主義的一個討論 那其中一位先驅可能是夏天哈斯坦格 就是她算是比較早開始把女性主義的一些資源 因為事實上女性主義的討論是一個非常非常跨學科的東西 那哈斯坦格算是很早期把這個討論帶進分析哲學 然後嘗試的把一些以前在女性主義裡面會討論的一些問題 用分析哲學的語言來再一次的去重新詮釋 就是重新討論的一個人 好 那大理上是今天的這個內容 然後我們確定有講不講得到三跟四 就是但不要聚焦就是前面這兩點 就是第一個是在我以前從夏天哈斯坦格的 原本的這個內容開始談起 然後接下來再延續到我如何用這個框架來去理解 不只是研究這本書裡面的前兩張內容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回事 那希望可以讓這本書在做的事情可以看起來比較明確一點點 好 那就先從這個夏天哈斯坦格這個人的講法開始談起 首先是這個 這其實是出自於她2000年的一篇文章 那在這邊文章裡面應該蠻明確的就是她其實要討論的是這個性別跟種族 就是她想要透過哲學來對性別跟種族給出一個說明 或是給出一個哲學上面的分析 那她在討論她在這個進入這個問題的方式 她其實先把她的問題做了一個澄清 那怎麼樣澄清方法呢 就是說通常我們在哲學上很容易會問就是一個這樣的形式的問題 就是這個東西是什麼 譬如說在哲學上面可能會常 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說哲學的人可能會問說正義 正義是什麼 或者是問說自由 自由是什麼 或是去問這個人 人是什麼 什麼樣的是一個人 那其實這些問題 她認為說當我們在問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三種理解這個問題的方式 那這三種理解問題的方式其實都跟這個概念 她都把它連接到概念 那其實算是一個分哲學傳統下來的一個特性 那對她來說 當你在問說一個這個x是什麼 你有一個對象 問說它是什麼的時候 有三種問題是你可能在問的 第一個她認為是一個概念型的一個問題 那在問於概念型的問題的時候 你其實是在嘗試回答 我們對這個東西的概念到底長什麼樣 或是我們對這個東西的概念內容到底是什麼樣 或是說我們對這個東西的概念上面的理解是如何 這是第一種問題 那第二種問題是她稱為描述型的一個問題 描述型的問題通常是指說 在這個描述型問題的背後其實有預設一種想法 也就是說我們擁有一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對於這個概念所指涉到的對象 或是這個概念在這個世界上所對應到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有認識上面是錯誤的 例如說我們可能會有某些概念 那在它實際上所對應到的這個東西 不是我們以為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對這個概念的認識 不會有辦法直接竊重那個東西實際上長的那個模樣 那這個時候描述型的這個探究 它就是它關心的事情是說 那到底我們概念實際上對應到的世界上面的哪一種東西 或者是它到底實際上對應到世界上哪一種客觀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時候它又比較不關心 到底我們實際上的這個我們概念內容 或是我們對我們概念的認識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而是去關心說 那我們概念如果對應到世界上某一個東西的話 那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最後一個問題其實跟前面兩個問題都不太一樣 原因是因為最後一個問題 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規範性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它在問的其實是問說 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是一個關於這個規範性的問題 或是一個類似倫理的問題 就像是我們在這個規範性上面 我們可能會討論說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那這邊就是在問說 那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個時候呢 在討論說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 它認為說我們需要 其實可以用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說 我們在使用一個概念中 它這個概念背後會有一些 這個我們使用這個概念的目的 我們使用概念我們通常不會是自己 因為我們想擁有一個概念而已 就是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做很多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先問說 我們希望這個概念幫我們做什麼 或是概念應該要幫我們做什麼 它可以幫... 它有點像是一個... 把概念視為一種工具 像是這個簡報筆 簡報筆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幫助我們可以這樣子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時候就等於是說 把概念看起來是 這樣的工具一樣的東西 然後先去問說 那它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那問完它的目的之後 再去考慮說 那我們用什麼樣的概念 才可以真正比較好的達到那個目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修正你原來的概念 例如說你可能會修正你原本 在第一個問題裡面會得到的那種概念 或者是說你有可能會修正你的第二個問題 得到這種概念 那它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意義上跟前面講總不太一樣 因為它其實是在問一個陰然的問題 它是在問說我們到底應該要使用什麼樣的概念 那做一個比較細緻一點區分的話 可以舉一些例子 那第一個概念視的探究的例子 比較常見的是這個 在分歷哲學裡面其實很喜歡 以前 現在有一陣子非常非常流行 關於這個知識概念的一個分析 那這些分歷哲學家們 他們想要知道說 到底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你可以說一個人他知道某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想去討論說 到底我要如何理解我們這個 我們的知識這個概念 那有一種傳統上面 他們通常會從這個 一種所謂傳統的知識的概念分析 開始來做一個起步 就是這個傳統知識的概念分析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知道了 一件事 你可以帶進任何一句話 例如說我知道我現在在莫德咖啡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把他批帶進一句一句話 那這個時候 這個他的通分必要條件是什麼呢 這個傳統情的分析會跟你說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說我必須要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首先 如果我知道我在莫德咖啡的話 我必須要先相信我在莫德咖啡 那第二個條件是說 我相信這個東西他是真的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在莫德咖啡 這件事情要是真的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呢 我需要有理由相信他 也就是說我不能憑空 我不能只是猜的 我不能只是剛好猜到這件事情 或是我不能只是 我就是想相信 然後毫無根據就相信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達到這三個要件 如果這三個要件都滿足的話 我就可以說 我知道我在莫德咖啡 那你是可以帶進各式各樣的一個例子 來去看說這樣的一個分析到底滿不滿足 那對於這個傳統的分析 在哲學上就給出了一個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一個叫做蓋基的難題的一個例子 或是對討論 那這個討論大體上就是在告訴你說 其實上面的這個分析呢 沒有辦法真的滿足這個 沒有辦法真的捕捉到我們知識的概念 譬如它其實上面的這個分析呢 並不是我們對知識的那一個理解 為什麼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例子 就是其實概念的難題有非常非常多種類型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 那這個例子是這樣 就是它啟稿的時候在某一天裡面 在這個清靜農場上面這個 有一個人他叫張山 然後張山他在這個 他在這個山坡上面呢 就看到一個很像癢的東西 那些東西非常非常像癢 就是一般人就是沒有辦法分出來 他跟一隻癢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就是如果你站在張山的那個距離的話 那他因為看到這個東西 他看到一個非常非常像是一隻癢的東西 所以他就相信了一件事情 他相信山坡上也是癢 好 那但是現在非常不幸的 就是實際上他看到那個東西 並不是一隻癢的 是一個這個羊的石雕 就是它只是一個雕像而已 那個雕像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剛好就長得完全像一隻癢一樣 好 但是呢 就是又有一件非常不巧的事情 是在這個羊的石雕背後 真的有一隻癢 就是那個山坡上面就是 例如是草 然後石雕跟癢 就這樣 就是 就這麼剛好 但是 但是因為這個癢在石雕後面 所以實際上張山並沒有看到那隻癢 張山只有看到那個石雕 那這個時候 呃 所以想問一件事情就是 那張山知道山坡上面有隻癢嗎 張山知道山坡上面有隻癢嗎 呃 其實 如果你覺得他知道的話 可以舉個手 沒有 其實大家都 真的不覺得他知道 OK 好 但是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好像我們 對於這個例子的判斷 就是說 張山其實不知道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山坡上面有隻癢 可是呢 其實張山他其實滿足這三個條件 就是 他相信 山坡上面有隻癢 然後 山坡上面有隻癢 而且他有理由 相信山坡上面有隻癢 因為他看到一個非常像癢的東西 就是 你看到一個非常像癢的東西 那大家有理由 相信那邊這邊有隻癢 那 通常就是這種類型的這個概念 其實討論 就是藉由這種方式 就是 呃 就是他會想像很 就是 就是給你非常非常多這種 假想的案例 然後問你說 你在這個假想的案例裡面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 例如說 我們這個 在這個案例裡面 我們會做出一個判斷 就是張山其實並不知道 山坡上面有隻癢 那因此呢 他也告訴我們什麼呢 他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我們 對於知識的這個概念 我們對於知識的這個概念 並不能夠分析成這個樣 而是要分析成別的樣 如果他有可能會分析的話 那這基本上就是一個 在這個概念型的討論裡面 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嘗試去反思說到底 我們如何使用我們的概念 然後我們會如何應用我們的概念 然後透過一些反思跟這個內型 我們嘗試去對我們的概念給出一個分析 就是嘗試把它拆寫成一個個 比較小一點的要件 然後來說這個概念 到底在什麼樣的時候 才是正確應用的 好 那 就是 前面那種是這個概念什麼研究 那之後 現在還是那個描述型的看究 有沒有人知道這張圖裡面是什麼 櫻花共文規 蛤 櫻花共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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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就是櫻花共文規 但是 那邊有人認得出來嘛 對不對 就沒有說純寧之外 其實我自己也是 如果可以去找的 OK 好 大家其實都 可能認不出來櫻花共文規 一大部分人 我們都 都在知道我們看到櫻花共文規的時候 那個就是櫻花共文規 但是 我們有櫻花共文規的概念 就是某個意義上來說 為什麼我們櫻花共文規的概念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去想一些 櫻花共文規的事情 例如說 我可以去想櫻花共文規是台灣的這個國寶 OK 我可以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那件事情既有意義的 那這件事情既有意義的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其實具有櫻花共文規的這個概念 而且實際上 我具有這個概念確實有個內容 它這個內容就是 對應到這些實際上面的櫻花共文規 那這其實就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 不見得會對於概念所指涉到的東西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了解 原因是什麼? 因為就像我現在分不出來 我不知道是櫻花共文規 就是我真的看到一隻櫻花共文規的時候 我也沒有辦法說那是櫻花共文規 我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 當我在使用到櫻花共文規的概念 或是我在談論櫻花共文規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確實的去談到這些東西 我還是可以確實的去談到這個 在世界上某一個客觀的一個類別 那硬實在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概念 有時候會對應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對這個東西 其實可能是認識不足的 或是說我們其實對這個東西 我們的應用能力 其實沒有非常非常的良好 但是這個不妨礙說 它的這個背後 它其實還是有對應到一些 這個客觀的一個分類 或是客觀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時候 描述器的探究就是想要去找這些東西 它想要去找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它實際上 在這個世界上面所 對應到的一個客觀類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這種研究通常它就不是前面那種 不方法就是 就是這種 好像你就是想一些例子 然後想一下說 我們對這個例子 會有什麼樣的這個判斷 然後就可以去決定的事情 因為實際上 我連後面這張照片都判不出來了 你給我再多的這個描述 我可能都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告訴你 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 這種東西它通常會需要你 去做一些經驗上面的研究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是需要先找到一些 這個基本的 一個一些辦例 一個標準的辦例 然後透過這個標準的辦例 常是去思考說 這個標準的辦例 它背後所屬的一個客觀的一個類別 到底是什麼 那或者說 生物學家可能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嘗試去找出這些 這些物種 他們背後的這個共同性 到底是什麼 那這就是一個描述型的探究 在做的事情 好 那最後一個是 改良型的探究 那就如我剛剛說 它其實跟前面兩種 都不太一樣 原因是因為它需要你先去考慮說 你現在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使用這個概念到你的目的 或是你的用意是什麼 那它其實很簡單的主要是用這個問 這個方式來去回答它對於性別跟種族的一個理解 那這邊可以提到就是 對它來說它其實提出了一個對 對女命概念的一個改良型的分析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去 嘗試這樣回答說 如果我們要使用這些性別概念的話 那我們使用的性別概念 應該要是哪一樣 哪一種樣 那因此我們以前看到它其實會先告訴你說 那它認為在使用性別概念的時候 應該要使用 要用這個概念來做什麼 那它認為說 這個性別概念實際上是一個 我們用來對抗不正義的一個工具 也就是說 我們想要去對抗這個社會上面 實際上存在一些性別上面的不正義 那我們想要對抗這些不正義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一些概念來幫助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我們很需要一些概念來幫助我們 我們去描述這個現象 描述這個性別不正義的現象 或是我們會需要一些概念來幫助我們 得到一些更好的自我認知 這些都有可能 那它認為說 性別概念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更明確一點說 它其實會認為說 你最重要的是 你必須要用這些性別概念的目的 是用來指認並且解釋性別上面的不平等 那除此之外 它也認為說 這個概念必須要能夠去相容於一些 統一性別的一些內部差異 就是說 你使用的這個性別概念 它不能夠導致一個結構 就是同一個性別人 他們之間一定會非常非常的相似 不過事實上 在今天上面這件事情 就已經是不成立了 所以它基於這兩個 就是上面這些考量 它就給了一個所謂它的這個改良性分析 那這改良性分析其實蠻長的 就是因為複雜 但是其實主要有三個要件 其實第一個要件是說 首先這個S 比如這個人 這個 她要是一個女人的人 她必須要被觀察或想像 有某些女性的身體特徵 那例如說 她會被認為是說 有些女性的性徵啊 或是她被認為說 有一些這個 精英上面的 譬如說染色體之類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那第二個條件是說 她因為這些身體特徵 她會被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 是 製作具有某種實力上 被壓迫的社會位階 聽起來很牢口 但是意識大概上是說 根據我們的這個主流的意識形態 你可以 或是說其實 簡單一點講 是根據我們這個主流文化 擁有這些滿足第一個條件的人呢 會被視作是一個 她就是應該要處在一個被壓迫的社會位階 的一個位置 好 這是第二個條件 它其實是關於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 或是意識形態的這個內容 那最後一個是說 當前兩項都滿足的時候 她又這個人 就真的因為這兩個因素 而落在了一個被壓迫的社會位階上面 例如說她因為她滿足了第二個原因 並且她處在一個這個 第二個條件滿足的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而導致她最後呢 例如說她在經濟上面是被壓迫的 例如她可能陷於貧窮 或是說她在政治上面被壓迫 她缺少了一些政治成立 或是在法律或社會等等 這些位階上面 這些維度上面是被壓迫的 所以她認為說 根據採納這種對女人概念的理解的話 實際上就可能有助於我們去對抗的正義 那後面呢 關於這個探究本 關於這個分析本的討論非常非常多 就是分析的後來對於性別討論 其實大理上很大一部分都跟她的想法有關 或是在回應她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麼可以多講一點就是 為什麼她認為說這個東西 它其實有助於我們對抗性別的不正義 那其實她最主要的一個說法是她認為說 當我們以這樣一個方式來去理解性別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總是意識到性別這件事情 並不是跟肯立未接毫無相關的事情 這是她最主要的想法 也就是說當我們採納這樣的一個性別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總是意識到這件事情 就是實際上性別呢 它並不是一件無害的事情 或是性別並不是一件好像 其實不會影響我們生活太多 然後不會影響我們的這個社會危機太多的事情 而是它也是一件總是在影響我們社會危機的一件事 那這是認為她認為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當我們採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實時的意識到 實際上有一個性別不平等在那邊 然後她認為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許多人就可以被 具有的動體 他們會被Modified 去做去進行一個社會上面的感覺 那當然有很多人會認為說這個 還是有一些問題 或是說會認為說 其實這個可能即使是在你對抗不正義的這個目的上面 也沒有這麼好的去達到那個功效 那但是大理上就是一個改良性的一個討論裡面 會有一個討論方式 就是大家就會問說 那到底你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這樣一個概念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真的達到你背後想要的這些目的 那許多這個分析主義理性的一家 大理上就是會採納這種這種 這種方式來去做哲學啦 就是他們會想要透過這種方式 他們會認為說 我們在對我們概念給出一些理解跟說明的時候 我們背後其實是有機會達到一些效果 達到一些社會或是政治上面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效果最後可以讓我們去 可能比較好對它不正義啊 或是讓我們更容易能夠去達到一個平等的社會的狀態 那這大理上就是 韓三個他整個對於三種不同的哲學探究的一個解方 那 在這個 Tedman他在Done Girl這本書裡面 他其實就挪用了這樣的一個框架 就是挪用了這三種不同的這個社會 挪用了這三種不同的哲學探究 來去 就是 來去做為他限量上的一個框架 那他其實對於這三種不同的哲學探究 他都給出了一些內容跟一些回應 可以給一個來看 他首先 他其實是從這個 概念型的探究開始 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先問說 那他其實最想要討論的事情就是說 到底 厭語 就是概念型該要什麼樣理解 他最後的目的其實是要給一個厭語的改良性分析 那他到底改良性分析的方式呢 其實是透過從這個概念型探究到描述型探究 最後再走到他的改良性探究 那他描述型探究的時候他指出一件事情就是 他認為說 這邊稍微插開一下 這本作者他其實在書裡面非常非常小心的說 他所給出來的這個分析其實是需要被局限在西方國家 那他指的其實是指英國、美國跟澳洲 他認為說他 比如說他其實沒有想要給一個非常非常好像跨世界 然後跨時間 一個橫跨永遠都可以應用的一個 厭禮概念的一個分析 相對的 他其實是認為說他 是遞基於在他這個西方國家這個現象跟文化上面 來去討論厭禮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整個在討論的時候 也都是把他的這個討論的框架跟範圍局 侮現在這個西方的世界裡面 所以說這邊一開始提到這個 他提到這個概念去探究 就是所謂的這個 在他的嘴裡是我們的概念 的意思其實是西方人的概念 就是他指的那些英美澳的國家 他們的 他們事實上也有厭禮這個概念 那這個厭禮這個概念也是一個公共的概念 就是一般人 其實上次會使用這個概念 一些在你的公共媒體上面 其實上次會有一些人去做出一些 例如說誰誰誰是厭禮的一個指控 其實他這些是都有的 那他根據這些 實際上發誓的那些關於厭禮的這個爭論上面 他總結了一個 他認為是一個素途理解 厭禮的一個素途理解 那根據這個素途理解 大概有幾個點 首先第一個點是說 厭禮他指的是一個個別主體的一個屬性 意思說他是指一個一個人的屬性 例如說他可能是我 或可能是任何人 他只是一個人的一個特性 那這個特性呢 這個特性會使得他們對於這個女性 很容易感到仇視、敵意 或是一些其他的負面情緒 就是第二個點 那第三個點是 他擁有厭禮這個特性 這個人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他之所以會有一種這樣的一個反應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那些人就是女性 比如說對他看到一個人 然後知道這個人是女 因此而對他產生一些仇視、敵意 或是一些相似的負面的反應態度 那最後一個點是說 他們在這個大眾集結裡面 厭禮他其實是有一個心理學上面的解釋 一個人為什麼會厭禮 你其實是要去看他的這個心理的狀態 或是你要去了解說他的心理究竟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你可以在他的心裡面找到一個深層的解釋 去說明說為什麼一個厭禮的人是厭禮 那所以說他從這些大眾的 或者說所謂西方的這個想法裡面分析出來的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種對於厭禮的一個領境 那其實這個可能在台灣也多多少少少可以套用上面 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是以這種方式來去理解 厭禮的概念到底是什麼意思 或是說很多人也是一種方式在理解說 當一個人被指控厭禮的時候 他到底在指控什麼樣的事情 可能就是在指控說他是一個會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又會這樣子一個一個人這樣子 但是在這個束縛理解下面這個作者 他其實整理他其實整理一個TAG 那可能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今天就是摘要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束縛理解之下 當一個人被指控去厭禮的時候 通常會有以下這些辯護 這些辯護 例如說你可能會說這個人不恨女人 他實際上沒有恨任何女人 但是如果根據前面的束縛理解的話 好像這樣就可以解消 他是一個厭禮的人的這種指控 因為實際上根據前面的束縛理解 一個厭禮的人就是一個恨女人的人 那所以這些人他們會說 你如果去看他的生活 看他的這個處境 然後看他平常為人處事 他實際上並不恨女人 那第二種是說他可能恨某些人 但那個人不是女人 例如說他可能恨的是男人 OK 這是另外一種這個點 其實說實際上他沒有厭女 他可能是厭男 那這是一種可能性 那第三種可能性是說 你在厭女的時候 你好像是把女人當成那種物品 如果你把他當成是一個就是 一個 你把他這樣 不承認說他是一個具有能動性的一個著體 那這個時候你好像也可以去解消 這個關於厭女的這個指控 那下一個是說 內心深處 就是他可能表面上不恨 但是你可能還是會說他內心深處也不恨 就是你如果對他做一些這個 譬如說性理諮商 或是你稍微對他做一個深度訪談 那在那些討論當中或是探究當中 你可能還是會發現說 其實他沒有任何看你的女人這個跡象 像這個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前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厭女它其實是背後有一個心理的根本的解釋 所以當你再說 其實你找到一個心理 就是深度的一個心理的解釋 來說明他是厭女的時候 他應該不是厭女的 或者是說 有些人會認為說 那其實他並不特別恨女人 或者他做什麼 就是他恨全世界的人 他有一個反社會情結 那反社會情結的結果 只是剛好會導致他也恨到女人 他不是因為他不是女人 他恨他們 只是因為他恨所有人 這所有人裡面包含一些女人 好 那 下一個是說 他不恨所有的女人 他至少不恨 或是說 他只恨少數幾個 那這個時候 背後的動機就類似說 他只是因為這些人 個人而已 而不是因為他是女人 那下一個是說 這個人他其實沒有傷害到 或是他其實沒有傷害多少女人 他是傷害了很多的男人 那 我就要去講一下好了 其實他其實背後討論的一個例子 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他在某一天的時候 他在他的網路上面上傳一部影片 那這部影片裡面 他在這部影片抱怨一件事情 就是他抱怨說 他身邊所有的 沒有任何一個女人 對他的意思 然後 他對這件事感到非常非常的憤慨 那他 基於這個憤慨 他就對著那個影片的鏡頭說 那我要折磨你們 或是我要懲罰你們 那那個你們 其實是指的 但他那個影片裡面指的是女人 好 那後來呢 他某一天就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在某一天的時候 他首先已經傷害了他的室友 他傷害他三個室友 都是男人 那之後呢 他就跑到一個就是 有些女生在的地方 在那邊叫囂 那他最後其實就是被抓住了 那 看起來很明顯 這個人應該是厭女 就是或者至少那個時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女性主義的人 他們會出來指控說 其實這個人 他就是一個具有厭女情結的人 但是 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用這些方式來 藉這個人 辯護 例如說 藉一個就是一個非常 一個簡 就是說他其實不恨女人 他恨那些就是 男的為什麼 因為他恨那些男的 是可以吸引到女的 他恨那些可以吸引到女的男的 他恨那些具有性魅力的男的 或者是說 他其實是恨的是這個全世界 那 或者是說 為什麼他不恨女人 因為他其實是愛女人的 他就是因為喜歡女人 就是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 他不被女人喜歡 之後他感覺到非常非常憤怒 所以 就有了這些 這個辯護 那 接下來下一步是 那 座人在那邊提到 就是面 他在那邊提到說 看來這些辯護應該出了一點問題 就是 這個辯護看來好像被大家視為一所當然 但是 實際上 就算那些都成立 一個人好像還是有可能去厭女的 那 因此好像是我們對於厭女的概念 應該出了一點問題 我們對於厭女的理解可能 不太恰當 所以才會導致說 今天的這個爭論 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去發生 那他進一步舉出了 更直接的一個 關於素樸理解會有的一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說 當你把厭女視為一種心理 一個因素 或是一種基於心理的一個特質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不太可能總是了解別人內心在想什麼 我們也不太可能了解別人內心深處在想什麼 就是這件事情更不太可能 但如果你把這個厭女理解成 是一個跟你內心深處在想什麼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導致一個結構就是 就是你其實很難做出厭女的理控 就是你其實很難真的去說 或是讓一個人是厭女這件事情是成立的 但是這詞文很調詭 就是實際上應該有些人是真的厭女 而且有些人是很明顯的厭女 而且不需要你真的去做一些非常非常深入的 心理分析或是心理調查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們很難去給出一些理由 就是說一個人是厭女的時候 那會有一個結果就是 那些實際上受到厭女現象所迫害 或是實際上受到厭女現象所傷害的人 他們會失去一個很有用的概念 來去指認這個在性別壓迫裡面 非常富有敵意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在性別壓迫裡面 是有一個這樣子跟敵意有關的一個機制 或是一個現象 然後我們可以用厭女 我們原本可以用厭女這個概念 來去指認這樣的一些現象 但是當現在這個概念本身 它在應用上面非常非常困難的時候 就等於是說 你好像這個概念都沒有用了 就是你就沒有辦法去用這個概念 來去做到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說 實際上這邊有一些現象持續在傷害女性的 但是當你現在這個概念 根本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它可以應用在某人身上的時候 就會導致它實際上沒有這個用處 那第三個是說 實際上有些人 有些人他們被指控 但他其實是無辜的 就是這個也很好想 可能就是有些被指控的演員 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演 他可能就是基於一些其他因素 還剛剛好 例如說可能表現出 對某一些女性的不散或是惡意 OK 那如果真的有這些人的話 那看起來前面這些結果 其實會導致你對這些人其實不太公平的是 就是因為所有人都可以很驚異的說 我沒有演員 或是很驚異的在面對這樣的指控的時候 非常驚異的去給出一個反駁 那對於 那你實際上就沒有辦法去區分那些無辜的人 跟不是無辜的人 沒有辦法去做出這樣的一個區分 那第四點 比較有區一點就是 他認為說 當你以那種方式來理解演員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去想像 或是你很難合理化 為什麼在一個父權社會底下 念女的現象會是普遍 或甚至它為什麼會發生 那你可能要多談一下這個作者 他如何理解所謂的父權社會 對外來說 一個父權社會的意思是說 這個社會 他的這些種種的規範 或是在裡面的期待呢 會僅像把女性放在一個從屬的地位 然後把男性放在一個主導的地位 也就是說 女性必須要 如果在這個社會裡面 這個社會會期待的女性 總是扮演那些服務 或是扮演那些其中情感勞動 或是扮演那些其中各種照顧這個角色 那這其實就是 對他來說是滿足了一個 這個父權社會這個定義 因為說在父權社會裡面呢 他其實把男性跟女性去分配了一個不同的工作 男性的工作就是你要負責去主導 然後你要做出一些競爭性的行為 那女性的工作呢就是負責去服務 服務男性 然後服務那些這個主導性的人 然後去給出各式各樣的照顧 跟這個情緒上面的勞動 那如果是這樣 他就滿足一個這個父權社會裡面的條件 那他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一個父權社會底下 假設父權社會就是 假設一個社會 他是父權社會 就像是那個 他是做的一樣 在那個社會裡面 大家傾向把女性視為一種 提供服務的人 然後把男性視為一個接收 總是在接收服務的人的時候 你也能想一下 為什麼這些男性 他們要恨一個女性 原因是因為 就是 如果今天有人總是在 有一個人 他總是在服務裡 而且你就是 只能依靠他來服務你的時候 你好像沒有理由去恨他 你當沒有他的時候 就再也沒有人服務你 也就是再也沒有人 會為你提供那些照顧 為你提供那些情感上面的勞動 然後 為你提供一些慣愛 你覺得說這個時候 在一個父權社會底下 如果父權社會有那樣的一個運作機制的話 那其實沒有任何人應該要普遍的震撼女性 原因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普遍震撼女性的話 就把他們消滅 你希望那個社會上面是沒有女人 就是沒有女性 但是不太可能 因為如果這個社會上沒有女性的話 這個父權社會是運作不下去的 因為就少了那些來提供服務 來提供勞動的人了 所以另外來說 這種束縛理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其實沒有辦法很好的去解釋 說為什麼 父權社會跟夜女現象之間的關聯 到底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去解釋說 為什麼 沒道理啊 為什麼你在一個父權社會裡面 會需要恨這些人 所以他其實 對他來說 他希望可以給出了一個 對於戀寧概念的改良式理解釋 他希望可以去避免 他希望戀寧這個概念 不會是一個 你好像很難去做出一個指控 你很難去做出某些東西是戀寧的 然後他也不希望你好像很難去解釋說 為什麼在一個父權社會裡面 戀寧的現象 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那他希望去設計出 或是去改良出一個概念 是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那他在解決的第一步 其實是先從一個對夜女的描述性探究開始 所以他其實問了一個問題 叫做夜女可能是神 那其實在一趟意思是說 夜女實際上可能是引到的客觀內裡 就是像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有可能對於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對於一個概念 它背後所遵應到的東西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正確認識 但是不妨礙我們的概念 真的指引到那些東西 那這個看起來也是一樣的 雖然我們對夜女 前面的那個束縛理解呢 看起來非常非常有問題 但是不妨礙它的背後 真的指引到某一些客觀的 一個現象的分類 所以這個時候他先開始考慮說 那如果真的遵應到一個客觀的現象 那那個現象到底可能會是什麼 所以他做出一個整理 他首先一個出發點是認為說 見女現象的基礎其實是 一個被觀察到對抗或違反 負權規範與期待的女性 那容易引起仇視與憤怒的反應 那前面有提到這個負權規範與期待的意思是說 他期待女性去扮演一個從屬的一個獎車 他期待女性去給出各式各樣在情感上面 然後或是其他部分的一個對男性的一個服務 例如說他期待女性去做家事 他期待女性不要出頭 他期待女性就是站在背後 或他期待女性去做一些比較行政性的工作 比較這種好像是輔助性的一些工作 那如果有些人他違反這樣的期待 譬如說他很出頭 他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他爭取到非常非常弱目光 那這個時候他就是一個違反了負權規範與期待的人 因為其實他沒有在他 在那個負權社會規給他那個角色裡講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先以這樣的出發點來理解念女現象的話 首先會有第一件事情是 彥女現象他就不是一個普遍針對女性的事情 或是他不是普遍針對女性 原因是因為彥女的目標 其實是那一些違反規範的人 或是違反期待的人 所以他其實只需要針對那些違反規範跟期待的人就好了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他非常非常地符合一些 復權社會底下的違反跟期待的話 我可以看彥女就不太會發聲 因為他並不需要發聲 因為彥女其實目的是為了讓你 去繼續的待在你復權社會要給你的那個位置上面 那第二個點是說 看起來對彥女的現象其實好像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人有可能對於他從來未接觸過的女性 具有一些仇視與憤怒的情感 那這個可能可以例如說 在台灣的話PT上面的一些母豬教主 就是這些母豬教掩住的可能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潔力 就是事實上他們在 很多人他們在網路上面就看到一些女生的發文 然後基於那個方式他可能就會 他可能會留下一些非常非常惡意 或是傷害性的一些留言或是貼文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種對女性的仇視 就算他你把他限縮起來了 他好像還是會發生在一些其實你根本沒有看過他 你沒有見過他 所以你也不會見到他發生那些事情 就是實際上如果你根本沒有看到他 你也沒有見過他 你應該不太可能會看到他違反復權規範或期待 或是你看到他對抗復權規範或期待 所以這個時候你好像對於這個人有過度的妄想 其實是對這個人投射了一些你自己的妄想 然後基於你的妄想 來對這個人產生分和仇視 那這個時候是否代表說 那這個時候好像他們這些態度 這些負面態度 就是基於某一種妄想而深的 就是基於我對這個人過度的想像 那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那這樣還可以算是厭倫嗎 就是說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人 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然後你還對他充滿仇視跟憤怒 那這樣再怎麼樣依照 為什麼你還可以對這個人 是具有一種厭倫的態度呢 那他其實出了兩個可能的解釋啊 第一個解釋是說 在一個父權社會 或是在一個父權文化底下 其實男性跟女性被理解的方式 其實是透過一種關係性 或是功能性的方式來去理解 什麼意思呢 畢竟是說 在一個父權社會底下 在一個父權文化底下 什麼叫做一個女性 一個女性就是一個負責服務人 那什麼叫做一個男性 男性是一個負責主導 然後負責被服務人 就是說在一個父權社會底下 我們在理解這個性別 在對性別產生認知的時候 總是會跟一些關係性的事情 或是一種功能性的方式來進行認知 以一種這個 如果他是女性的話 他就是應該要去集中服務的那個人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即便你根本不認識一個女性 你根本從來沒有跟他互動過 你跟他的理解方式 還是會以這種關係性的方式來理解 只要你辨識到 你跟他之間有一種性別關係 例如說一個男生 只要他可以辨識到一個人是女性 那這個時候 這個主流文化 就可能會導致他 去以這種方式來去理解說 他就是把對方認為是一個 應該要提供服務的人 而把弟子辨識成是一個 應該接受服務的人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就算你從未見過這個人 你還是會對他一個先入為主的理解 而且這個先入為主的理解 也是基於主流的負責文化 那第一個是說 當我們看到一個女性的時候 他會提到說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是 我們看到一個女性的時候 我們不會只把它當成一個個人 或是當成一個個別的女性 而是把它看成是代表了某群 某一個女性的群體 所以例如說這個 你有時候看到 例如說台女 OK 你看到一個女生 很多人可能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對她有種不符合她期待的事情 那她可能會做出一個結論 就是台女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實際上 你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你不會一直把它看起來 好像完全看得去的個人 而是把它看成屬於某一個群體 或是甚至代表某一個群體 那當這個時候 你跟她的判斷 就會被延伸到這個群體之外 那因此 當你今天看到某一個人 某一個女生 她發生的那些事情 例如說 她違反了一些復全的期待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進一步的去擴充這些制度 就是你把它看成是 她所屬的那個類別的女性 其實都具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因此對這個群體的女性 而產生一些仇恨或是憤怒之類的反應 那基本上到這邊 她其實已經提到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說 其實憤怒她的一個基礎其實是在於 她是一個發生在 復全規半分期在被違反的時候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她很有可能 具於妄想 就是她很有可能非常 總是帶有一個妄想的元素在裡面 原因是因為我們會做一些過度簡化的方式 來去思考性別上面的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她提到的一件事情 是說 在面子天象裡面 其實會有這些關於 這個所謂的 憎恨啊 仇視跟敵意 這一類的態度 那這一類的態度 她其實她有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 人自己的反應性態度 那這其實是 另外有所謂她提到的一個概念 但在這邊 我需要知道的只是說 這種反應態度她通常會有一個對象 她總是會有一個第二人稱 因為第二人稱是另外一個人 或是另外一群人 好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在念語現象裡面 當你出現了這個 仇恨或是憤怒的態度的時候 通常你會有一個 你憤怒或是 仇恨的一個對象 而且很多時候 你會以一種第二人稱的方式 來去表達你憤怒或仇恨 例如說 剛剛提到那個例子 那個 那個男生 上傳視頻的那個男生 那個例子裡面 她就在一個 影片裡面 以一種第二人稱的方式 來去對 好像對女性說話 她就說 我要懲罰你們 這個時候 她其實是以一種第二人稱的方式 在表達這種 厭女的態度 但這個時候 女性就是 落在那個第二人稱的位置上面 她就是直接被 以你 來去稱呼 然後 這個憤怒就是直接 用一種 把對象當成一個你 的方式來去表達 那這個時候 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 實際上在厭女生下面 你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 會有一個第一人稱是厭女人 然後會有一個第二人稱是 這個 被仇恨 或是被感到憤怒的 這個人 那 那 你提到通常這種時候 你這個第二人才會 一個多數 也說 她通常不會指到一個女性 她有時候是幾個女性的一個群體 那 這個可能有一個例子 前陣子有一個那個 這個 好像有 有 有告上法律 有一個大學的一個持續創作社 然後 他們在這個 發表他們演出的這個 消息的時候 用到非常非常多羞辱 或辱罵女性的一些詞彙 那 那個時候 引起了一些 就是 呃 雖然大部分 我們說有很多人 就是指控他們 就是跳出來說 你們這樣子 也是有問題的 那那個時候呢 那個 他們其實是一個樂團 那樂團裡面有幾個人 就是直接 就是 在 回應的時候 直接做出了一些 非常非常羞辱的一些言語 那那個時候 其他也有使用到一些 像是 直接把那個女性 當時是第二人稱 例如說 我就要怎樣這樣這樣你之類的 這樣一個話 所以 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呃 戀女這個現象的展現 其實很容易被 一種第一人 和第二人稱的方式 來展現出來 就是說 被仇視那個對象 常常被用一種你 我就知道 對你怎麼樣 我對你要憤怒 我對你要生氣 然後我要罰罰你 這種方式 那 而且就是 像剛剛講過 通常這個時候 這個說你的人 比如說 這個感到憤怒的人 他對於 他對話 這個對象 不會帶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是很常發生的 那 基於這樣的 那這是他指出來的第三種 燕女 現象裡面會具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他認為基於這個結構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這個 我們原本是站在一個 第一人稱的視角來去思考 燕女是什麼 什麼意思呢 我們原來是在想說 第一個 燕女是一種某一個人做的事情 燕女是一些某一些燕女者做的事情 他是燕女者所感到的憤怒 他是燕女者所感到的仇恨 他是燕女者所感到的各式各樣的負面情緒 他們這些負面情緒指向的燕女性 這是原本對於這個燕女的理解方式 但竟然做的提到 竟然說他總是有個你 的話就想說 我們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其實可以在一個第二人稱的角度 來去理解到底燕女的現象是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站在一個 被用你稱呼那個人的位置 來去思考說 他們在那個情緒指底下 到底遇到了什麼 而不是站在第一人稱的角度 去想說 那些人他們感受到什麼樣的情緒 那在第二人稱的這個角度的意思是說 我們來到這個實際上面臨燕女現象的這些人 這些女性 然後我們來到他們的觀點 然後嘗試去思考說 對他們而言 在他們遇到燕女的現象的時候 他們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到底面對了什麼 那以這種方式來嘗試去刻畫 到底燕女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那因此他就是基於這個 就走到了他的改良式的一個分析 他改良式分析其實有非常多的元素 那可以從第一個這個最主要的元素開始 那首先這個 對他來說 燕女其實指的是一種社會力量 也就是說 他是一種在社會上面運作的一種機制 或是運作的一種能量 就是他會迫某些人去做某些事情 或是他會迫某些人去往某個方向發展 那對他來說呢 構成燕女這些社會力量呢 是一種具有敵意的社會力量 那這些敵意的社會力量呢 具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說 他之所以被 某一些女孩或女人不面對 所遭遇 這些社會力量之所以施加在這些 女孩或女人身上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屬於那個社會位置 比如說他們屬於那個 他們被複決的社會所指引的 或是他們被複權社會所assign的 那一個成屬的社會位 他們是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他們會面對這些具有敵意的社會力量 那這一點是說 這個社會力量 它在整個複權社會裡面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是用來監督跟執行複權的秩序 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這個社會力量 他們是為了要讓複權的秩序 或是這個複權的社會的形態 能夠被鞏固下來 也就是說他之所以作用在一個人身上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人可能對於一個整個複權的秩序 或是複權社會有所危害 他可能會導致這個社會不再複權 他會導致這些複權的期待不再能夠成立 那因此 就是這個社會力量會施加在他身上 為了直接讓他能夠所謂的歸位 讓他能夠去回到他被複權社會所指令的位置上面 所以這個社會力量具有這兩個特點 那這邊有提到一件事情 不是今天要主要講 但是這邊有提到一個點叫做交織性 那其實也在他的書裡面有提到 他認為說他的這個分析是一個所謂交織性的分析 那交織性其實是一個在女性主義裡面 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主要談的事情是 不同類型的壓迫 譬如說種族的壓迫 然後性別的壓迫 或是關於一個階級上面的壓迫 這些壓迫之間 他們有些時候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拆開來的 意思是說 有時候一個人他所面臨的性別壓迫跟種族壓迫 譬如說一個 他們一開始的討論其實是基於 其於這個黑人女性所受到的一些壓迫 就是說黑人女性他們所受到的壓迫 實際上他不太像白人女性所受到的那種壓迫 因為白人女性就是 或是說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 他們就是很明確的是 他們唯一受到壓迫的來源 這個結構性的來源就是他們的性別 但是黑人女性不一樣 就是他不僅是一個女性 他還是一個黑人 其實在社會上面他在兩個面向來說 都是屬於弱智跟壓迫的那一方 那這個時候黑人女性他都面臨到這個情境 你沒有辦法很明確的把一些拆開來 然後說這些是關於性別的 然後把另外一些拆開來說 這些是關於種族的 有些時候他們其實是非常緊密的交合在一起 因此沒有辦法去說 他有些壓迫的部分是關於性別 然後有些壓迫的部分是關於種 那到底剛剛的想法是說 其實壓迫比起之間他們會纏繞在一起 然後產生一些不一樣的結構跟效果 然後可能不同於那些沒有被纏繞在一起的壓迫 所有的面貌 但他這邊其實想要談的事情就是說 電影這件事情他其實也有可能會跟其他的 一些壓迫的機制或是壓迫的結構交織在一起 就是然後產生出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樣子 就是他可能不一定總是會是同一個樣貌 這邊可以多講一個人是說 其實他們現在也有一些其他的概念 例如說有一個 其實我平常聽中文沒有翻譯 但是大語上來說叫做 可以把它看成是驗黑語 意思是說 英文是 原本的字叫做Mistoginium 然後那個定外那個字把最後的那個Y 改成OIR OIR 然後他們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那這樣的概念其實是用來去 是因為他們認為說 黑的女性所遇到這種類似厭女的概念 所謂類似厭女的現象跟處境呢 實際上跟白的女性所會面臨到的那種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們有一個自己的特性 那因此現在會有一個這樣的詞 會用來專門去指稱說 這些黑的女性他們作為黑的女性 所面臨到這種所謂厭黑女的一個現象 那甚至還有另外一個詞是這個Transmisoginium 那他指的其實就是跨性的女性所面臨到的這種類似厭女現象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概念 來去指色一些更明確或是更具體 然後範圍更小的一些這種類似的概念或是類似的現象 那基於他前面那個理解就是說 這個時候厭女會理解的是一種社會力量 他施加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是因為他是一個女性 他是一個被視為應該要成屬的女性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 他實際上產生的結果就是說 他對於那些他好像對於這個父權規範提出挑戰跟破壞的那些人 就會遭受到戀女的社會力量 就是說他就是會被這些類型的女孩或女性所面臨到 那下一個是說他認為說 根據他前面那些講法 就是厭女情節主要是針對女性 但是他之所以針對女性並不是 他這邊是一個比較隱喻式的說法 就是說 這邊原話是說 是因為他們是男人世界中的女性 而不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厭女男性心理中的女性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前面的那個 關於厭女的束縛理解 我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厭女的束縛理解 對於束縛理解而言 一個人 他的厭女性因為他辨識到一個人是女性 他把一個人看作女性 然後他討厭女性 因為他那個人產生的仇恨 或是底液之類的態度 所以這個時候對於一個束縛理解而言 厭女情節他之所以會針對一個女性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一個男性的心理中被看成這個女性 但是他認為他把反對這樣的理解 他認為說之所以是女性會被針對 原因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男人的世界當中 意思是說他們處在一個固權的社會底下 他們處在一個把女性看作是應該要待在成屬位置的一個社會裡面 一個世界裡面 是因為他們處在這樣一個世界裡面 所以一些女性間才會應用到他們的生長 那這一直是一個他反對 就是束縛理解一個最明確的一個指針 那另外一點大家可以發現 演技師裡就是說 實際上它裡面在彈業裡都指的是一種社會的力量 是一種social force 那當它是指的是一種社會力量的時候 這代表說實際上它根本上其實不是一個個人的屬性 社會力量不是任何一個人 社會力量就是在一個社會的環境裡面會有的一些可能機制 或是會有的一些各式各樣例如說規範文化等等之類的東西 社會力量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 燕餘它實際上就不是 它主要就不是一個跟人所具有的進展 也就是說不是先有燕餘者才有燕餘現象 而是先有燕餘現象 然後你才可以去說那什麼是一個燕餘者 好 那因此這個燕餘它就是 它主要就是一個社會環境的主境 也就是說它主要是描述說 例如說你可能可以去說這個社會環境 例如說某一個地方 例如說某一個地方的文化 或是某一個地方它的規範或是制度 它主要是在讓你去形容這些地方的規範或制度 它們可能是燕餘的 但它主要不是關於一個人 是不是燕餘 但是當然你還是可以根據前面那樣的想法 去定義說誰是一個燕餘者 或誰是一個燕餘態度 那就建立在於說 你看這個人他所表現出來的樣子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例如說總是在幫忙傳遞燕餘的社會力量 那如果它總是在傳遞這個社會的燕餘力量的話 那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燕餘者 但其實這個時候某一個特別提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它就是一個標 它是一個有程度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有些人它可能不完全是一個燕餘者 或是說你在談燕餘者的時候 實際上它是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支持這個賦餘社會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只會說它真的是一個燕餘者 那燕餘態度比是類似的 那這個分離就蘊涵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在一個地方裡面 你可以說這個地方它非常非常燕餘 但實際上可能不需要指控任何根在裡面的人是燕餘者 因為可能大家其實實際上都 實際上都非常非常的溫和 或是非常非常 只是剛好這個制度本身會使得那些 會使那些違反父學規範或期待的人容易受到壓迫 或是容易受到這個對抗 OK 那前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訴苦理解會有困難 就是你很難去判斷 或是你很難提出理由或提出證據 來去證明說一個人是燕餘的 那它認為它 我們採用這樣的一個改良性分析之後 其實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其實主要是關於社會環境所具有的特性 那我們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判斷說一個人 他所處在的這個社會環境 或是一個人他所面臨的這些社會力量 是不是厭倦呢 他就稍微提供了幾種判斷方式 例如說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有一個女性 然後他在這個一個社會環境裡面 他遭受到某些敵意的社會力量 那你怎麼來判斷這個社會力量 是不是一種電影的社會力量 你就是去想說 如果有另外一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呢 除了跟他的性別不一樣之外 跟他的這個各方面的這個主性都非常非常類似 也就是說 就是跟他的例如說 在這個學歷啊 然後在階級上面 或是在其他的背景上面 都非常非常的類似 然後去看說在教練的情況下 那個男生會不會遭受到類似的敵意的社會力量 那如果不會的話 你就可以去很好去證明說 實際上這個社會環境 他其實具有一種電影的社會力量 原因是因為 只要化了一個男的 只要他改變眼前 就改變他的性別 他就不再會遭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 他所遭遇的這件事情 就是一種電影的社會力量 那另外一種方式去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設想說 在一個可能性裡面是 這個父權的文化 已經毛毛裡面被消毒了 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 關於父權的遺囑在那邊了 那這個時候 他還會不會在這個情境裡面 遭遇到敵意呢 那如果會的話 就可能就代表說 實際上他所遭遇的敵意 不是一個關於戀愛的敵意 那如果不會的話 就發現說 就是你只要把這個父權的 這個期待跟規範都消除掉 他就不再會面臨到這些事情了 那就代表說 實際上他所面臨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一種 厭侶的社會力量 好 那最後一點是 他提到說 這個厭侶的存在 就是依賴於父權的社會 其實大理上就是回應前面的那個 就是說 如果你採用一個 祝福的理解的話 你才能解釋 為什麼 在一個父權社會裡面 厭侶經常會非常非常普遍 但是當你以他前面的那種方式 來理解厭侶 就是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在父權社會裡面 就是非常非常必要 甚至是不可破千的一個元素 因為他必須要有這些現象的存在 才能夠幫助這個父權社會 繼續被維持下去 然後繼續被鞏固下去 所以在這種理解之下 你就不需要去擔心說 你總理解之間 你跟父權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 那最後一個是說 你也可以不用擔心很多 但是在指控一個人 是厭侶者的時候 你也不太需要 你就可以擺脫掉很多 就是其實不能用辯護 為什麼 例如說 一個人他是否自裂 或他是否自御妄想 跟他是不是厭侶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我前面提到的是 你就算自裂 或是你就算自御許多妄想 還是有可能在傳達那個厭侶的 社會力量 原因就是因為 你就是因為那個人 他違反了父權的規範 你期待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 你提出這個人 他有許多妄想 其實不能夠證明說 他不是一個厭侶的人 那第二個是說 你是他這樣非常弱勢 或是他其實是一個 充滿不安的人 他可能譬如說 對於他的性處境 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因為他缺乏任何的性魅力 OK 那這樣也不能夠說 他不是一個厭侶者 原因是因為 這也跟厭侶與否無關 那下一個事情是說 如果他也討厭其他男性呢 他甚至會攻擊其他男性 那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他還是有可能是一個厭侶人 因為這個厭侶跟你 會不會攻擊其他男性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下一個是說 厭侶他必然以一種暴力的形式斬禁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 會用一些比較 例如說 各式各樣的情緒反應 或是各式各樣的一些 非常回落的一些互動 就已經可以讓一個人 感覺到社會的力量 例如說 可能就是稍微 對一個人的反應 感到不悅 或是不快 那其實這個時候 他就已經有可能 會構成一個厭侶的社會力量 那下一個是說 那這時候厭侶的團體 他其實通常不一定要經由教育 就是說 厭侶不是教出來 就是沒有人在教你 教厭侶 或是沒有人在教你說 什麼樣是厭侶這樣 但厭侶是怎麼被傳遞的呢 其實是透過復選人的這個文化 繼續被傳遞下去 然後大家 都把一些復選人的文化 內在化 去深化 在他細 只是他 可能非常非常真誠地相信說 男性跟女性就是要負責不同的工作 然後女性就是負責給出服務 然後男性就是負責接收服務 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就有可能會成為一個 這個厭侶的社會力量的一個幫兇 或是一個媒介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 實際上 即使在社會進步的時候 也不代表厭侶就不會發生了 相反 實際上很多時候 甚至在社會進步的時候 才可以看到更明確的一些厭侶現象 原因 因為 譬如說如果你在一個社會運動裡面 看到有些女性 她表現得 比較亮眼 比較足色 或是有些女性 她佔據了比較主導地位的時候 然後 在一個負責社會 你這樣 夜女又非常非常有種會發生 因為 可是代表說有個女性 她跑出來 她是非常非常的出頭 她沒有站在原本負責社會 所歸屬給她的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 就算你今天 你感到社會 越來越進步了 但也不代表說 夜女就此消失 或是不代表夜女就這樣 不會繼續存在 好 那其實大概 就是前面的這個介紹 就是關於這個改良型計畫 你可以看到說 那個那種三種成員 她就如何被這個Map所使用 然後慢慢的去給出她最後這個改良型計畫 那這個改良型計畫是這個 她認為我們應該要使用夜女概念的一個方式 如果我們要把夜女這個東西 看成是指成一種社會的力量 然後這個社會的力量 她的作用是為了鞏固整個復選的秩序以及階級 那最後 就是很快的稍微講一下兩個點 其實是來自於這次改良型計畫 或是改良型的哲學探究 在之後的這個哲學的文獻裡面所引發一些討論 我引發一些討論 那 第一個討論其實是關於這個改編話題的一個隱憂 那怎麼樣提起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在一個改良型計畫的時候 你通常你會提出一個跟原本的我們概念意義不一樣的一個理解 你會認為說我們一定要換一個概念 或是你還會認為說我們應該要使用不一樣的 從今對我們的概念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理解 那 有些人會擔憂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是不是只是在單純畫了一個話題 什麼意思呢 因為原本的話題好像是在問說 驗底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在驗底裡裡 原本的話題是在問說 驗底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說 我們應該用另外的方式來理解驗底 你好像只是在說 就是 你好像只是在說 把這個我們原本focus的一個對象 轉到另外一個東西上面 例如說 那些堅持束縛理解的人 可能就會說 沒有我們在討論驗底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討論那個 關於心理層面的一件事情 那你現在說 驗底是社會力量可以 就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用法 但那實際上 就不是我們在討論驗底的時候 要討論的那些事情 那這是一個 在現在文獻上面 比較多人會討論的一個問題 好 那簡單講一下 就是這個問題 大體上的處理方法是 有些人會主張 就是我們前面有提到 是什麼概念 會有些功能 或是作用 那 那許多做這些改良情研究的 他們會指出說 只要我心提出來這個概念 他仍然可以補應原本的用意 或是原本的功能的話 他仍然可以被看作是 在討論同樣的一件事情 那原因是因為 實際上 我們不應該要完全用 概念本身的內容 來去 來去決定說 這個概念 是不是同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概念總是 不斷地在變前 不斷地在轉化 所以這個 變前跟轉化的時候 在怎麼樣意義上 它是同一個概念呢 就是在他仍然 服務了同樣的一個功能 在這個意義上 它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 現在主要的 這個回應會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 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 後續 後續的人在 談論這個改良情計畫的時候 發展出了其實 兩個 兩個名詞 第一個名詞叫做 概念倫理 概念倫理 再來英文叫做 conceptual ethics 那 概念倫理 總之 它的疑點可能是 某一種 倫理的討論 它是在討論我們 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那概念倫理的意思是說 它實際上是直接在討論說 我們應該要使用什麼概念 我們不應該要使用什麼概念 因為這個時候 應該不應該就是 以一個更廣 更廣義的應該不應該 就是 或是以一種非常非常類似 道德意義上面 那種應該不應該 它去討論說 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不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概念 那我們應該放棄哪些概念 或是我們不應該放棄哪些概念 這樣子的討論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 會叫做 概念設計 就是 英文叫做 conceptual engineering 那 其實會比較符合原本的這個 原本的 這個 改良實計畫 那 其實大概想法是說 你把這個概念看成是一個 可以做設計的東西 就是 你會 對於各式各樣的 器械 跟機械 做一些 工程上面的設計 例如說 你會設計一台 一台車 那你 可能會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 概念設計的想法是說 你把概念當成是類似 像 一台車那樣的東西 然後你去判斷說 你怎麼樣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你怎麼樣可以去修正它 原有的一些缺點 然後去改正它 那 這些在談概念設計的人 他們會提到說 概念設計有三個要素 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是 就是評價 就是你需要評價你 你現在要改良這個東西 它現在要是好 還是不好 你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你需要去知道說 現在使用 或是說現在想要去 改良這個概念 它本身有哪些壞處 或是哪些 這個不好的地方 那第二步是說 你根據這個壞處 或是根據這個不好的地方 去設計一個 可以去除掉這種壞處的一個概念 然後就是 去換一個更好的概念 去換一個沒有問題的概念 那最後一步是 叫做實行 實行的意思是說 當你現在設計出一個新的概念的時候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這個概念去普及化到 一般的人的大腦裡面 就是說必須要讓這個概念成為 是一個大家的公用 或是大家會公共使用的一個概念 那後來的討論會認為說 有這樣子多了一步 就是說 當你設計完這個概念之後 如果只有你知道這個新的概念 的話 那其實沒有用 就是你還需要讓它是 它要真的發揮效果 必須要所有人都接受這個新的這個概念 那在厭女的例子裡面 我想應該更是如此 就是現在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如何讓這種新的 不是非常像個人式的原厭的概念 如何可以去普及化到 一般人的這個心目中 然後讓它們實際上是另外一種方式 這種經驗方式 來去使用厭女的概念 那會是一個之後 這個如果要繼續走這條路之後 會需要遇到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邊 好 謝謝林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 我先快速問一個 我自己很好奇的問題好了 就是 你有提到說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 普世性的一個框架 但是它已經盡可能建立一個 通用的概念 那 比如說它把黑人特別分出來 然後它也說 它這個指稱是指限定於 可能我們可以很概括地說 這是第一世界國家 就是 它已經有這個自由主義的傳統 然後讓女性的社會 經濟法律上面的地位 都有一定的提升 在這樣的社會裡面 它這樣子定義厭女 那我會很好奇說 就是 如果在東亞的邁落底下 我們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 那 亞裔的女性 又是處在什麼樣子的 被支配的位置 因為 其實我們也是生活在一個 複權體制上 那 複權體制可能在歐美國家 比較是跟資本主義結合 但在東亞邁落下 可能是跟 儒家文化結合 然後這個儒家文化 再配合 這些生產的政治體制 都連在一起 你會怎麼看這個部分 因為 我們講東亞邁落下的亞裔女性 可能又跟 歐美邁落下的亞裔女性 又不太一樣 嗯 嗯 其實我 難知道怎麼回答 這個問題是因為 所以我 我其實不是社會系列人 我跟我說 做過什麼經驗科學的一個 一個訓練 但是 剛才沒有提到 就是如果想要Follow 這個Mann這樣的一個思路下來的話 有一個點可以思考的事情是說 嗯 對面而言 就是 父權體制 他 運作的方式 其實是透過道德來運作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對他來說 嗯 對他來說 就是在父權社會裡面 譬如說 男性是 處在主導的位置 然後女性是處在一個 輔助 然後處在一個 服務性的位置的時候 背後其實是一套 嗯 道德的體系 或是道德的框架 他們是用一種 就是 非常非常道德化 倫理化的方式 來去 跟這個 性別綁在一起 那 因此對來來說 之所以這個問題 會如此嚴重的原因是 因為 當 這些 當有一些人 當有一些這個 他違反了 父權的規範 或是 他違反了 這個 父權的期待的時候 他所面臨到的那個壓力 實際上 呃 至少在他的分析底下 是一種 你 在道德上面 辦的一些錯誤 就是 你是 某個意義帳範 類似是 你是一個普道德的人 因為你沒有 好好的遵守 你在道德上面 應該遵守的 那一個道德角色 就是給出服務的 一個角色 那 所以說 如果我們想要去 看說 一個類似的點子 有沒有辦法去運動在東洋化 首先我們可能要 呃 可以先看一下 到底在實際上 這個東洋文化裡面 我們道的體系 具有什麼樣的結構 那如果我們道的體系 具有某些結構的話 這個結構跟 我們的性典文化 是怎麼樣被 相牽在一起的 那這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 呃 歐美他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強烈一點的 呃 比如說個人主義 他會 他會 以種更個人的方式 方便 有人都看著一個 呃 就是充滿人動性的一個個人 那只是說 呃 在婦學體制底下 那一些充滿人動性的女性 他們有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服務 就是這樣 那 在東洋會不會 也是類似的 就是我們道的 這個框架 會不會其實不太一樣 或是我們進行到的 思考的時候 那個方式會不會不太一樣 可能就會影響 很多會影響到說 呃 一個類似的想法 怎麼樣讓我們去理解 東亞社會底下的戀禮機制 也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理解說 這整個我們道德運作 道德思考的過程 如何去使得我們這個社會 仍然是一個復全的社會 那背後的這個 比較細緻一點的運作跟機制 可能就是 需要更多一些經驗研究才能夠回答 對 大概這樣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也可以接續這剛剛的問題 呃 就是感覺那個改良性 是一個研究 就是 航法大部分的問題 都會更導向跟道德 就是論理學相關 可是 嗯 這樣子的話 就是 然後 尤其是那個man 就一直講到那個 復全社會跟道德的相關聯 就是 可是我會再往前一點 就是一開始原本的 研究是說 比較心理層面的 但是 所以我想的件事情是說 如果 以他的這種方式 一直往道德方面研究 可能反過來 影響到有比較相似我們每個人 心裡怎麼看到這件事情的改變的能力 會比較高嗎 如果用 一直用道德的方式去 去思考這個社會體制 這個社會文化 幫我當講 呃 你現在會說 就是應該 其實我們可以更 可能更多一點的聚焦在個人的心理因素 或是個人的心理層面 那意思 說 我沒有辦法 有點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 就是他們man 看待的 這些方法會一直往文理學方向走 比較 就是那種 可能智端式的一個說明 因為 其實他原本在做的 就是一些道德的想法很強 其實 然後 其實在這裏面他有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 他多多少少有一點 延續他過去在道德德上面研究 然後嘗試的去進一步的去 看有沒有辦法去應用到 這個理解煙雨的這個現象上面 對 那 另外一個方面是 可能 呃 要把道德理解的一個比較寬廣一點點 就是 他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社會文化裡面 在指引我們應該如何行為 指引我們應該如何互動 或者指引我們應該如何發展的一個部分 對 那 這個部分就很直接的 可以剛好 貼合到這個 這個煉雨如何 如何 如何幫助複選體 自己演繹下去 因為 煉雨就是 處罰那一些 迴反道德 迴反那個複選道德 的那些人 那 譬如說 其實 公一般來說 其實你在一個道德體系裡面 你 你還是會需要某一些類似懲罰的機制 他不是非常非常實質地上面的懲罰 但是 你會需要某些類似懲罰的機制 來去確保說 你這個道德體系 是可以去延續或是建立起來 那 那 驗雨在這邊的功能 都非常非常類似這樣的一個 一個角色 所以他要確保說 那複選社會底下 所分配那種道德的角色 是可以被延續下去 然後可以被繼續鞏固起來 所以在那個意義上 他可能也可以為他說為什麼 他會逃吧 就跟 把他跟道德綁在一起 因為 那就是在指引我們應該做什麼 然後指引我們該做的一件事情 可能補充一下就是說 我自己會覺得 像剛剛林才描述說 其實今天這個 關於這門說的討論 他其實都比較不是經驗性的研究 那你剛剛問的問題就是說 那我們在討論這些形式 那到底對於我們怎麼認知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改變嗎 有一點這樣子上官的遺憾 那我想可能比較接聽是說 道德如果要填充那個經驗 跟到內心的認知那個 那個東西我覺得 就是所謂的腳本吧 就是說 比較比較社會學的語言講 就是說 今天道德就是像一些規範 一些守則嘛 所以我們被指示應該要這樣做 然後我們可能背後有些原因 但可能也沒有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 其他人就會說我們不對 那你就會預設你應該要這樣做 或是你應該要出來說別人不對 這就是一個你執行你內心所想的 腳本的一個實作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就是把那個內心所想的那個 道德期待跟那個規範怎麼連在一起 那可能是經驗研究可以填充的東西 那他可能在比如東亞社會底下 或在歐美社會底下 會有不同的實作方式 這樣子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你可以在這裏問 對 我又要說了什麼 好 那還有其他人 主持人好 秉承好 那我想要問那個秉承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就是 我只知道秉承一直在做形象學 跟女性主義相關的研究 那為什麼今天是選擇 我指示演員內容來做分享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想請問秉承說 你有沒有想過說把這個 可能比較粗淺說把它視為一個 這個改良情境化這個模板 運用在國內對於外籍移工 或外籍配偶的一些歧視上 對 這個模板對我們 對於外籍移工 或者是配偶的歧視有什麼歧視嗎 如果是新偶團 就不是來提關的 第一個 第一個 為什麼是認出 有兩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個人說有綜藝版 然後 我覺得 會比較好 其實在 就是 比較有這個 幫大家有 三點 的一個動機 就是說 嗯 演出中 你還是有一些中文東西可以看 那 所以可能 對於 來聽那些東西 會比較有 有可能有更進步的一個回饋 第二個原因其實是因為 我今天在研究的東西 其實非常非常 就是 很大一部分 跟這個改良情境界化有關 就是 我自己所做的研究 其實 會讀到非常非常多 關於這類的 這方面的考論 那 剛好是不是可以跟 論述裡面有其他部分 結合在一起 所以 才會選擇這幾個問題 那 那 關於 後面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是 是可以 是 那 要怎麼做 我是沒有講過 不過 因為 想一下 例如說 在 例如說 在 原本的計畫裡面 其實 他就是 在做一件 非常非常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 你有一群 你在社會上面有一群人 然後 對這群人 有一個概念 那 那 這群人他們可能遭受到 某些不正義 或是壓迫的 一個形式 或是現降 那 對他的眼 就是 改變我們對這群人的概念 或是 改變我們對這群人的這個 概念上面的認知 其實 有助於 去改變他們實際上所面臨的 那些處境 不管是直接 還是間接的 對 那 所以說 就是不像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例子 裡面都是一樣 那 譬如說 但這個時候可能會需要去考慮說 那到底 原本一般大眾對於這些概念 原本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 你會需要先對於一般大眾的這個 你在概念性的這個理解方面 先有一些初步的理解 知道說 他們到底怎麼樣理解這件事情 那 然後再進一波去談說 那使用什麼樣的概念 有可能 可以讓 就是他們的處境有機會獲得改善 或是獲得一些 就是 可能改變的良機啦 但 但其實我覺得 改善的地方並不是一個非常 嚴格來說 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 可能 事實上 社會上面很多時候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 可以舉個例子 例如說 酷爾 酷爾的例子 可能就是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過往的那些酷爾理論者 他們幫 他們就直接做了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那個概念 用來 是 酷爾的例子 在以前其實是負面的意味 然後 後來他們發 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認同的概念 他們這個概念是正向的 然後他們繼續沿用了酷爾這個值 然後 來幫助他們去建立一些正向的自我認同 那其實 就很像是一個人研究在做的事情 那 就是說 因為凱斯丹克的貢獻 比較像是說 他很明確的 把這一類的事情 或是這一類的方法 去給出一個比較直接的哲學上面的一個分析 還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 過往 有非常非常多 其實不管是在這些政治、社會的領域 或甚至在科學的領域 其實都一直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 事實上我們人類不斷的改良我們的概念 然後讓我們可以把各種事情做得更好 也是一直在發生的 所以 他當然就是也可以連用到很多的地方 那 最後再補充一點是 把這些改良型的概念 運用在一些這種比較社會性的概念上面 其實有一個 額外的一個 意義 是說 通常我們的這個 許多社會性的事情呢 其實 會受到我們 對他們的理解 而影響 例如說 性別是一個很明顯的例點 就是我們對於 男性、女性的理解 實際上有一部分影響到的 男性、女性實在現實生活中 實際上消遇了這個面貌 那 那當然 例如說 遺公這樣的一個詞會是 就是 我們如果理解這些概念 我們如果使用這些概念 一部分 會促成他們實際上 我們面對的那個現實 會長出什麼樣子 所以說 這個改良型計畫在於 這種 比較社會性的概念上面 會更具有意義的原因 是因為 這些 他們更有可能 直接去造成某一些 實質上面的一些改變 大概這樣 後面的長哥哥 不好意思 我這樣說 你聽不懂嗎 我聽不懂 我還是 聽不懂 我先跟你講 這個漢文 這個 不只是 雅魯 這個書 他的漢文是什麼 不只是 原書名是什麼 他的原文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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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 Done Gi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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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碰擊 OK 我知道 我是 因為想跟你 說一下對話 這個Done 你的哲學的理解 把它轉換成你的漢文 你會怎麼樣來用 是你會這樣煩嗎 如果是這樣的書名 你會這樣煩嗎 我不會這樣煩 我想聽你怎麼煩 但事實上 其實我會很傾向 就是 直接翻 下 下 下 對 那 我覺得 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才是 原作者 內心真正的 那個圖像 或是 那個想法 因為 對他來說 男性跟女性 在父母社會裡面的 那個味節 就是有個 上下 關係 就是男性在上面 然後女性在下面 提供服務 那 我 從我的 這個 漢文化的 折禮的概念 我理解成是 順利 暗跟大 它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西方的用詞 在我用漢文化的 飼養前後裡面 我把它稱為 我 我把它找辦成為 順跟密 那這樣子是不是 比較容易來 理解說 在 一個 所謂 標準 在這個標準 之下 屬於密 叛密 在這個標準 符合這個標準 是順從這個標準 用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 比較容易去理解 那至於說 這個 概念 這一件事情 我的理解是 議題的 轉換 因為你在定一個標準 那個基準 那個基準點的時候 才有所謂 順跟密 那現在 整個這個 從哲學的探討裡面 社會性來探討的時候 如果說這個標準的議題 被改變 被改變 那 我的理解是說 它所謂的改良 其實是在改良這個議題 如果說這個議題 這個標準 改變 原來可能是順從 但是如果它把這個標準抬高了 原來是五十分 我把這個道德標準抬高 像七十分的時候 那 這個原來六十分的 是不是也就變成是一個 那 那你就 這一個 其實他們在探討的 這個是 就是 你把一個社會的議題 如果轉編 然後同樣來看歌 這個 本來 它如果說是六十分的 不是當的 因為你提到另外一個議題的時候 它的這個六十 已經在這個標準底下 它本來是順的 結果它又變成密 那如果說你用那個 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就想 社會把這個標準降低了 那這樣子 原來在四十五分的 你把它降到四十分就可以了 那原來那個 四十五分的檔 在四十分的標準的時候 在四十分的議題 來看它的時候 它其實是要變成up 是不是用這樣子的概念來理解 他們希望你在談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其實大哥有多的提問好 就是說這個up跟down 或是你所以想要翻成下雨嗎 那大哥描述的那種順利可能 我的議題是有一點動態很厲害的裡面 比如說這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是可以上下調整的 雖然它是有上下違解的 議題也可以來過 對 就是這個agenda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自己是沒有讀到說 它在文本裡面解釋 它為什麼選擇用downgrow這樣的名稱 我非常地寫 但是我想問說 你覺得它是有這樣子動態的彈性嗎 反正說它是靜態的彈述 我要分兩點 第一個點是說 憤力我覺得會遺失掉這本書 至少書名上面這個down的其中 一個意義是一個作用力的 用力 就是說 一個down 比較不像是說 girl它在down 就是比較 就我自己的理解比較不是這樣 比較不是說 girl在down 然後boy在up 這樣子 而比較是說 如果說它是 2分的 girl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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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二分成 一個是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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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就覺得 可能比較不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down 比較是一個 bug 壓下去的意思 對 你一個議題 設定的標準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說 你討論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總是要設定一個議題 你先要成 譬如說 到底 到底 女性有沒有投票權 有沒有參政權 對 那你 以這個參政權的這一個 如果說 在母系社會裡面 決定權是在女性 那可能是down war 而不是down個人的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把它一個叫做 呃 呃 呃 所謂的 當一個社會的權利 所以原來 在所謂的男性主義裡面 有些事沒有參與決策權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把這個議題拿開了 我現在 我的這個社會是 就是只要是參與政策決定 把原來的男性跟女性的這個議題拿掉了 只用年齡才會 那這樣子的這個 所以你設定的這個標準 才會造成所謂 決定出哪個 是符合的 就是啊 不符合就是他們理解的 那中漢文化的理解裡面就說 順我者常立我者王 我聖靈的標準就在這裡 對不對 你要跟著我走 我的意志來走 就是啊 你不跟著我的意志來走 你就是屬大的那一群 我想簡單回應的大哥好了 就是說 嗯 這本書他在談燕子情節一個東西嘛 他有一個蠻基本的預設是說 只要是女人都是四等的 而且都是要福音男性定定的規則 所以在某個角度上來說 所有的女人都比這些男人要到 可是他又不是一個 只依女人做的框架 他必須要 配合某些父權的邏輯 像希望男人要有男人的樣子 女人要有女人的樣子 如果這個男人他不符合 男人要有的樣子 他會不會分別在談 如果這個女人他不符合 女人要有的樣子 他本來就在談了嘛 但是如果這個女人他 符合了這個女人應該要有的樣子 他還是在談 他還是在想你 他還是要臣服於這個男性的規則 因為這個規則是男人制定的 所以就是你看 那其實你還有一個是 他是個人還是某個 如果說你把某個跟某個都混為一起了 你知道他是不是一個 只是等於的話 那你的媽媽那個 先這樣就存在 那這可能就是要說 例如說你要把性別那些事情去到門話 就是說你這個社群體裡面 你自己 那一個 就是在設定這個社群體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個很重要 所以說這個所謂的改良是 如果說這個議題被改變 用另外一種說法來定義它的時候 那這個所謂的 那就隨著這個 你所謂的這個 所謂 現在他把它換成改良情 其實對我來理解 就是說他改變異體 改變異體的標準 那你再來看這一群人 當然就會隨著 到底是 當還是他 就會隨著改變 我想在某些 應用在某些概念的時候 他們應該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不過主要是因為他在談的還是一個 至少這個主要在談的還是厭餘的 這個概念 那以這個為前提 他在談的還是一個 就是如果這個社群還是一個up-down 結構的時候 會有的 他有一個 一定有一個 一個異體在那邊 對 那那個可能不是一個 就是可以單靠改變這個概念的理解 就完全消除了 就是說改變概念的理解 可能就是第一步而已 他讓我們更容易去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或讓我們更好的去辨識 我們要面對的現象到底是什麼 但後續他會有很多事情 要進一步去做 他又可能把這個東西給消除掉 然後秉承有一頁的同一天講說 這個改良性的定義 他可能比較接近是對於這概念的修正吧 就是我們如何可以更好的定義 驗這個概念 他的意思比較是比較直 然後這本書的目的就是 要把驗這個概念更精確化 讓他可以更好的可以分析 可能是再這樣子滿意一下 希望有不要到大哥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就問一下 在座還有人問題嗎 我再收一個問題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嘿 請 我是想要講說 就是可以請這個主持人 講一下 其實在這本書 Dougall後面 他這個 這個 這個教課 他其實後來有提醒說 用這個美國選舉 他們在選舉 就是Trump 跟這個Hillard 之前的Trump 跟Hillard 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 特別是Trump 用的這個語言 然後他當然最有名的就是說 他就說Hillard is such a nasty woman 對不對 馬上就說這個 Hillard這個真的很 我不會講很脫辣 或者很爛的女 這樣 那我實在想想看說 如果剛剛也之前討論到說 是不是放在儒家社會啊 東亞文化 那麥克夏 特別是說 如果男性的政治人物 對這個母性 另外的政治人物的選舉語言 是不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啊 或是說像我們之前 蔡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是不是總統 台灣的政治人物啊 甚至國民黨啊 或是民進黨的這些人物 他們在形容啊 那時候還是蔡總統的 他們是運用什麼樣的語言 這樣跟如果是Trump 他這樣子一個很公然 很公然這樣子 發出這種艷靈的這種言論文化 有哪些不同啊 那第二個不是說 第二個也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這個massagements 這個現象是在 可能是他們在這個西方 西方社會下的脈絡 那我只是好奇啦 就是說當然同樣在這個 社會學領域裡面 其實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詞就是 艷南症 艷南情節 比如說對男性貶義的情節 也就是說 我們統統把這個 概念如果轉換出來的話 是不是 欸 女性也是 可能也會有對男性貶義的 這個情節 那如果說根據這個面 我們前面教授說 這個是 可能厭女啊 這個情節 要把它放在這個 父權社會下 那如果我們 把它放個角度來 想想看說 如果也是有艷南情景 你討厭男性的這個言論下 是不是就相對於是在一個 母系社會上面 才會出現的社會現象 就這樣 我先快速回應一下 我就講了一句話就好 其實今天 特朗普說 Hillary是一個 Nasty woman的時候 或是 我平常用Nasty woman 是Nasty bitch欸 就是 你翻成中文很直白 就是你就見貨這樣 你就見女人之類的 那你會發現 在中文裡面 或在英文裡面 你很難找到 對男性描述對應的詞欸 因為 你如果描述一個男性 你會說 Son of a bitch 為什麼還是要 把他媽媽拖出來呢 就是他還是一個 你會看到這個文化底下 他還是一個 限壓義女人為優先的一個 方式在運作 但是 剛剛那個 大姐問的這題說 在那種什麼 相同或相異之處 其實也是我 開場問的問題 過得起啦 有電話給你 我覺得 最廣益的 或者說 對一般性的程式 可能還是 大理上 我覺得框架 可能還是可以用 就是說 好像 好像還是有一個 非常非常類似 就是 載字跟成熟的一個 社會位階 或是整個文化 複裏的一個 尾結在那邊 那 但是不是 譬如說 是不是 嚴重的程度 或是嚴重的方式 是不是一樣 我覺得可能 可以在探討問題 譬如說 舊的理解來說 有很多的 批評 對於蔡大王批評 會是說 你沒有生過小孩 然後你沒有照顧過孩子 那 看起來好像 呃 他的語音更綁在一個 家庭的 那個 整體裡面 譬如說他比較 不是一種好像 呃 男 但沒有那個 話題很像 比較像說 男對女 然後你會直接 關係性 那 也許 也許在 整個 譬如說儒教文化裡面 可能 不是那麼直接的關係 而是一種 你其實先有一個 家庭的單位 然後把女性 放在那個家庭的單位 以這樣的方式 來去 來去做衡量 來去 來去考慮說 你現在有沒有 違反 譬如說違反 你在家庭裡面的那個角色 所以這個時候 有一種可能性 是在 東亞社會裡面 比較不是這種 性別角色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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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密的題 可能是家庭角色 透過家庭角色 來去 來去 執行這道艷女的 這個機制 我覺得 這是一種可能性 我自己 突然講到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母系社會 反過來 燕男 我覺得 就是要看說 到底 你怎麼樣去 假設真的 有仇視男性的行為 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去思考 說要不要把它 看成是一個 跟 這裡的艷女 對的 或是 相對的 一個概念 就是 因為你其實有一種 選擇 是說 可能有一種 類似艷男的現象 但是你不是把它 就是 把它看成是 美晶菌營的另外一個 它就是 它可是另外一個層級的 一個問題 那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是 給它另外一個 概念 或是把它 把它看成是 在另外一個層級 所發生的 現象 來理解 那這個時候 你還是可以把它放在 原本的故事社會底下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說 可能 假設真的有 武器社會 然後 內容武器社會 有類似這種 反過來的 戀女機制的話 那 可能就會比較適合 去把它用 艷男 的這個詞 或概念 來 去捕捉或描述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 就是 其實它自己有提到 就是說 當然還是有 它不否認 可能真的有 那種純粹仇視女性的 一個現象 或是 態度 或是個人的行為 但是它就會 傾向於 我們用另外一種概念 來去描述 那個現象或什麼 然後那個可能是 另外一個level 另外一個階層的事情 然後可能 至少 對於 艷女真的要討論的事情 來說 那件事情反而是比較邊緣的 或是比較 那麼重要 那就是說 也就是說 不否認有這個現象存在 只是 那個現象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概念去描述 然後去補述它 它有可能 以現在的整體的社會環境來說 不管是在所謂低世界國家 或是所在台灣這樣子的後進國家 我們都可以看到 副學社會真的是真實在運作啊 就是 過去這些權力都是屬於男人的嘛 就是這些地方都是以前 只有男人可以投票 只有男人可以參選 那 所以 男性上優勢的事情 應該是不用被質疑的 但是如果有艷男的行為 有一種可能是說我們是 女性要向男性爭取 本來就應該要評分給大家的權利 所以那些男性會有一種相對剝奪感 他就覺得他整個群體都被針對了 可是那其實是他不容量太多的優勢 然後 不確然是只有他可以被分配到 這很有可能 那 這我就用一個 就是台灣的 從軍改為女性從軍 從軍嗎 對 改成女性 從軍嗎 對 改成女性 我覺得這就是社會權力 整個社會的權力位階的那件事情 你可能不是單純靠改變誰當地 你就可以翻轉過來 我把他的sandva 那個女性改了 我像 我像剛好一次接 從軍這一件事情 從軍這一件事情 原來的制度是 男性從軍 現在兩性從軍 明年開始改成 女性從軍 但是就是要發生這個改變 需要說服很多人 然後要 改良性是在改這個意 喔 改良性應該沒有辦法 直接改到制度啦 就是說 制度面的東西 問這個還是比較自在概念 沒有啊 可能從軍裡面 是有百分之百的男性 沒有啦 有百分之百啦 是願意有女生啦 是啊 被改過了嘛 才有所謂的女性出現 對不對 甚至有女性出現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們再把這個標準再改 對不對 男性從軍的量 我想剛好接續著大哥這個說法 來回應 就是在你剛剛這個講法 就是說 就是說 嗯 講說 Hillary Clinton 她被 被 Trump就是這樣子 咒罵嘛 那跟蔡英文被 不管是民進黨 或國民黨的 咒罵有什麼差別 其實Hillary Clinton 她是 她是 從參議員那一路上來 雖然她是 Bill Clinton的妻子 沒有說 但是她當過參議員 然後當國務卿 那國務卿對應台灣的內閣幾次 她 比較像是一個 外交部長 跟 嗯 有沒有到警察院院長 比較像外交部長 可是她有點 國防部一點點 的那個意涵在裡面 她同時要牽涉到很多 外交上面的事情 然後 因為美國的被人為世界強國嘛 所以她其實是一個 位置很大的一個 權力很大的一個位置 可是我們可以想像台灣的國防部長 或是外交部長 是女人嗎 好像還有一點難度 然後我們也會聽到就是 之前有一些台派的 嗯 我們所謂老綠男 就是說就是穿裙子不能同獄這個 不能要參與同帥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言論的話 那Hillary Clinton有資格管這些外交官嗎 因為關於家庭的這個角色就是說 現在民主黨的副總統候候選人是 Kamela Harris嘛 她其實就是沒有生 她沒有生小孩啊 然後她跟一個白人的 成功的男性在一起 這個男性可能是實這樣子的女性 那Kamela Harris她自己 除了是女性身分之外 她還是同時是印度人 然後又是黑人 她是印度人跟黑人混血的 那這樣子的標籤 好像相對來說 她不會遭受到這麼多 直接的攻擊 可能也是跟她的副總統位置有關 但是我沒有印象的看說 這個脈絡下來 如果是沒有副總統候選人 那比如說呂秀蓮前副總統 她可能被講過很多 或是怎樣怎樣的話 那可能這個脈絡是有點不一樣 那我想是有些可以類別的空間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先到這邊 那給她如果什麼想要討論的話 我們都還可以再私下再聊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得利 希望大家都會有帶點收穫回去